阿嬷,那邊來看,阿嬷 阿嬷,說完,加分吧 太多阿爸 阿嬷,媽媽,趕快去等下 很好吃 阿嬷,快點吃一鍋 不要再加菜 這位是我的阿嬷 她總是擔心我有沒有吃飽 有沒有衣服穿 嗯,就算是上台北胖到六十幾公斤的我 她也覺得我很瘦 我自己聽得是蠻開心的啊 我想這就是我阿嬷的魅力吧 阿嬷 阿嬷,可不可以看 現在都擔心我到這裡 不然你看,我那邊滾那麼漂亮 阿嬷,這都這樣,整個都一間一間 這都除腸室 這都在大大的房間 還有扁做意識 這都是女兒回來睡的房間 兩個人回來回來都在這裡泡沛 那時候就是我們老婆要拔狗 我們老婆要去叫她回來的時候 她就說 小孩子不要帶來這裡拔狗 人家都吃粉 我們老婆說 你那裡拔你們女兒子不會讓你去拔 看誰要給人 我的養母也剛好在那裡拔四十百 四十百洗洗洗電話 她就說你真的要給人 要給人來給我 然後我那時候已經一歲兩個月了 已經會走路了 會講話了 然後她就說 帶我去買什麼吃的 我就給她抱了 然後她抱一抱 她說你們這個女兒要找我 這樣幾句給我 當下她是想說 反正女兒子也是大人 要給我給人好 但是當我給人的時候 她喝醬的時候 她都吃了沒人喝醬 吃無奶 她在醬奶的時候她就哭 她說她生六個小孩 就只有為我流原淚 其他都沒有流原淚 都在她身邊 每個月都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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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你怎麼會 你會去老婆 我給你給人 還好我不會去她 我都想我們高人的名字 我老婆她給我的印象就是 她們通常都是沒有責任的 我只要說要繳學會 明天要繳學會就被打了 用這個打頭 那時候我從一年級 讀到六年級 總共休學三次 她沒有錢給我繳學會 她就拿那個 戶口名簿跟印章 叫我去退學 那我就乖乖地去退學 所以我就從小 我就自己信念著 很勇敢的一個小孩 什麼都要靠自己 我在教導我的小孩是 本次你都要靠自己 因為那些人實在是很不可能的事情 這就沒辦法 我如果在家人家說 欸這不難看喔 我就會 他如果說不難看 我就留著說 要拿去 有的人就唱了 就唱了 我說 好你自己能拆 你這頂給我 你這又拆 我就說 好 所以說 我 如果到家人家回來 我會再頂拆 我拆了很多 倒閉的 我女兒子在加拿大 也拆了很多 給她 大人女兒子 女兒子 孫兒子 都沒有 之前去賣的那間店 之前去賣的是小娃娃穿的 在坐螃蟹車穿的 那個娃娃鞋 然後有日本人 有韓國人 有訂 訂了還要下面還要加一個防滑店 那個帶大西老街賣的時候是生意很好 我那個孫子很小 三四歲就會喊 來喔來喔 來買阿嬤手工鞋喔 我阿嬤自己做的喔 很漂亮 然後我穿的顏色都很美 然後有二十幾種顏色 讓他們挑這樣 你會覺得這隻會很累嗎 有興趣 人喔 有興趣在做什麼事都不會覺得累 那你如果沒有興趣是真的很累 因為我從三 我小三年級就學這個勾針 或棒針打毛線 我的小孩的背心啊 或是他們的披風什麼 都是帽子 鞋子 都是我自己知的 但是他們只要不合腳不合 我就送給人了 因為我是一會 就仗著自己會 就什麼都送人送人這樣 就在路上遇見的 然後常常遇見 那有一次就 為了買東西 然後他罵我說 要貴啊 嫁無人愛 就從那時候我們就開始 就是常常會偶爾見面 之前他常常去我們家的那個 路燈那邊等 等我下班 只要看你眼 他就回去這樣 他就沒有講話 不認識他 剛才有其他人的邀請 他就進來坐 進來坐之後 他就開始會拿什麼東西 去送我們的阿嬤、老母 他就說這個小孩不錯 就說跟他做朋友 然後我們就認識一年多 他就叫媒婆去說 那時候我們台北的片金 是三千二而已 我那個養母就開兩萬六 然後阿公就一口去就答應他說 好啦,沒關係 我跟他 我帶回去做母 錢的沒關係 那時候就有個三千二十多年了 我六十多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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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這樣有了 今天七十多年了 對啊 這個家是很認真 補家庭會這樣 蓋好 沒有蓋骨子 很蓋肌子 很便宜 她如果說我們就這樣 這樣聽到 對啦 她很喜歡她 妳的媽媽就喜歡她 人的時候都在這裡 會開花花花 開花花啦 你知道嗎 以前老一輩子都在這裡放藥草 都在這裡開花花 她來這裡拿那樓飯的小酒 她怎麼這麼漂亮呢 以前沒有啦 以前沒有在補完這麼漂亮 以前都在這裡一百塊 她是很複雷的人 不夠雞 她當兵回來做什麼做什麼 她有錢就往外去發展 有時候不見兩年多才回來 然後後來就 古今又沒做了 又做室內裝潢 室內裝潢裝一裝 去裝潢一家理容院 結果跟裡面的那個在修指甲的 還是什麼按摩的 小姐 就去同居了兩年多才 這又跑回來 他們這裡 村莊裡面的人都說 叫我把孩子丟給她 然後叫我自己吃去 我那麼困難 她說你和你認真打招 一定很好過一季 我自己這樣一生硬下來 都沒有什麼病痛 就是很安然的度過 但是我很累 很勞累 有時候都一個饅頭吃一天還沒吃完 到工地去忙 那時候就什麼事都做了 只要沒有殺人的我都去做 阿嬤很常跟我講她以前的故事 好的跟不好的都講 但是我阿嬤最常提的 還是那些曾經幫助過她的人 我想阿嬤已經坦然地面對過去 才擁有了她現在豐富的生活 中非改了之後她就去汉娘做 新年的錢 好了 新年的錢到有一次過年的 十二月二日 那一天一天去工廠拼授 她怎麼會不然間公廠 就這樣已經倒閉了 我是說是怎樣 結果看他都冒冒很大顆的 我就說你是奇怪 有怎樣 他說沒怎樣 結果我看他人在蓋下去 我就說京郊 我們一個老公剛才來他家 我們京郊他搶便宜 說萬十五分就要煩惱 那時候他就糟糕了 阿公的蚵仔像是長這麼久 還在那裡 那裡過了 我還帶他去旁邊 他過程又收你到要討厭 那裡過了都會放在那裡 那這個蚵仔像是水中的 我就回到那裡放在那裡 那你再把蚵仔放在那裡 放在那裡 放在那裡 你現在把它放在那裡 他就能吃 那你叫他自己放在那裡 有時候沒有一粒的 他放兩粒 那兩粒的他放一粒 那如果吃油都不對 我都把它放在那裡 放在那裡放在那裡 這樣一粒一粒 這樣把它放在那裡 那他就 現在才是要吃一粒 阿妹要睡一粒 這樣他就比較危險 也是要過天 如果沒這個吃 我都要拿去 老外 你餵我才有吃 那他就說 不會 不會我來吃 像這個就不會 這個貝利骨 他就好像卡在那裡 卡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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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那麼多次 他都不會走 我都會飛去 他如果會走 我就會輕鬆 所以我自己也是愛吃的 你看 這女兒要買了 女兒要買了 生媽啦 改變啦 每一行都有 這我自己做一根 吃心中的 今天好像沒吃一粒 這都也是 所以那些小朋友 什麼蜂椒 什麼蜂椒 他現在頂我不會 照顧 照顧 我現在要去哪裡 都會 他在家裡 我都不記得 不記得 他跟阿嬤去的 慈祭 到會 你怎麼改變 去慈祭 對啊 生媽的改變 對 你出去 我不要看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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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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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 大家 所有人 所有人 都很鮮 我們 我們 住人 我們就 好 好 那些 哪些 那些 帶你阿嬤 跟他去廚師 做工廚 那些 那些 顏 呢 沒有 那些 拜託 我都這樣 怕不記得 把它打開了 像這 拜託 我就 在那時候去印裂班 我們藝坡現在都去合唱團 五個去老人會 每次去都聽講過 不然就做手工藝 做這個 這會長期就做這個 這個 他用三十三色線路邊的 要讓老人會扶在這裏 割那個悠悠牆 要去這裏比這裏 大家做得很痛 大家做得很認真 一人一條 但如果做很多東西 一包我自己丟 做什麼 做之後都讓那些孫子 拿去 像這個 每個月頭一個星期 我們南港會有一個雙女團結 我們六十萬歲到八九十歲 差不多三十萬歲 我都長大會煮飯吃 我們港會出錢 我去買煮飯吃 有時候我自己的廚藝 做一堆小菜去看他們吃 聖上大家吃 很高興 有時候就買一堆水果去人家 來來來 你要夾子的 拿著自己去裝水 好乖喔 自己去裝水 你要的嗎 我之前什麼道什麼佛教 道教什麼一貫道什麼都沒有信過了 但是就是覺得心裡面還是沒有那一種平安喜樂 自從我認識上帝信了耶穌以後 我就真正的覺得心裡面是真正的平安 我今天聽到陸師的聖經上面 在江湖的聖經上面 我們要說 我們棄一個人 就像我們搭很多酒頭 所以說 你要把酒頭彈掉 你會給他很緊張 後來我就試著這樣做 為他禱告 然後 就一直原諒他 想到生氣的時候 我就開始禱告說 主啊 求你讓我卸下心中的重擔 我決定饒恕他 不要再跟他計較了 他已經是一個生命的人了 小孩子都勸我說 你要為你自己活 你已經為我們活了大半輩子 你現在要為你自己活 有時候我會跟小孩子開玩笑說 為我自己活什麼都不用管你 都不用幫你們做家事 也不要管你們 就我自己過生活這樣 也不是這麼說 就是你只要喜歡 你就可以盡量去享福這樣 孩子的女兒還蠻孝順的 就是 我也覺得這一生當中 之前小童年的時候 是沒有什麼好的活躍 都是辛苦的 但是 後半輩子都讓我過得很精彩 你現在最大的希望是什麼 最大的希望 就是希望我的小孩子啊 孫子他們啊 能夠在社會上立足 然後人際關係好 然後每個人都過得快樂平安 這是我最大的信念 阿嬤 平常的我其實不太會表達 但是我想跟你說 我希望你能平安健康 然後永遠陪伴在我們身邊 這也是我最大的願望 這也是我最大的願望 無論風迎也平靜 他都會多看 我們中少年他會運 你你應有存 那些人 才會跟人變成 換意玩後便出來 你一定會陰遜 讓人音電都不算 開咱的心看 平安學氣有這麼大 南中黑路 開山陰森 天地隆重三角花開 net地隆重三角花開 漏洞 年紀三角花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